热脸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5月28日 国产大客机C919终于迎来了首个商业航班 从上海虹桥直飞北京首都机场 而且还真是领导先作 国家民航局局长 中国商飞董事长 东航总经理 工信部部长 C919总设计师 大飞机专项组组长 和原中航工业总经理 均全程体验了国产大客机 不过 从5月29日开始 C919就不飞北京了 而是改为执行上海虹桥 往返成都天府的空中快线航班 目前显示的信息是一直到6月30日 每天上午8点10分到11点20分 从上海飞成都 然后在当天12点30分到15点25分 又从成都返回上海 为何C919首个常态化运营的航线是滬荣 而不是京户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首先 京户客流量本来就大 显然用宽体客机直飞更赚钱 比如A330 A350或者波音777等 选择飞上海至成都天府 主要是这条航线的航距比较合适 三小时左右的航程不至于行距太短 二是 东西飞从飞行的性能来说 对环境的适应性会比较好 包括温度湿度等方面 此外 东航在这条航线上的资源保障能力 总体也不错 成都是商飞的基地之一 并且有最多的ARJ21 而商飞最大的分公司就在成都 这两地有最专业的技术人员 对于保障C919首轮常态化运营更为有利 由此 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两点 首先 C919是真正的市场化运行 除了具有标志性的首个商业航班飞北京之外 其他的都放在更为适合的航线上 赚钱才是最主要的 赚钱了 C919才更有生命力 C919虽然是国家重点工程 但从一开始 我们就贯彻了市场化的运营原则 从国外采购零部件就是如此 很多人认为 C919之所以大量采用国外的零部件 是因为我们造不了 实际上并非如此 我们的部分国产零部件 虽然性能可能暂时还不如国外的产品 但如果真要用 也是可以的 毕竟我们连大得多的运二零都造出来了 但我们考虑的是更加的性价比 以及相比空客和波音飞机的优势 比如省油性能 舒适性和维护成本等等 有乘坐C919的朋友反映 C919客舱内的噪音比国内使用的波音737和A320型号要小一些 总而言之 市场化运行才是一款客机的灵魂和成败的关键 其次 暂时不常飞京户航线 说明C919还是小了 毕竟只是168座级的单通道窄体干线客机 等到我们的CR929出来 就可以首先在京户航线上投入运营了 它和A330 A350或者波音777一样 都是宽体双通道客机 基本型就有280个座位 更适合国内热门的航线和国际航线 由于目前东航只有一架C919 为了保障安全 保障运行顺畅 保障质量 先选一条航线飞是比较合适的 目前 第二架C919量产机正在试飞中 接下来会有更多的航线会使用国产大科机 比如护绒 护身等 不过 我们的思维可以再开拓一下 比如 以乌鲁木齐或喀什为集散中心 将它们打造成迪拜多哈那样的枢纽式机场 用C919和家常版去辐射中亚和中东地区 甚至是欧洲地区 依托窄机体和低成本 会找到更广阔的舞台和市场 目前 乌鲁木齐航空已订购30架C919 以及40架ARJ21新支线飞机 这就是一个开始 当然 C919飞到国外 试航证目前还是个问题 中国人的飞机为什么要美国人来发试航证 其实答案是这样的 试航证这个东西就是某国或者组织 认可这架飞行器的安全可用状态的一个认证 简单的说 要在美国运营的客机就必须取得美国人认可的试航证 美国认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FAA证书 要在欧洲运营就必须取得欧洲认可的试航证 欧洲认可欧洲航空安全局的EASA证书 要对飞行器进行试航认证 是一项非常艰巨且繁琐的工作 一架航空器从认证到结束怎么也得几年 所以很多小国根本就无法承担这样的专业 以及冗长的流程 因此他们选择直接使用FAA或者EASA 当然也有认可我们CAAC认证的 全球认可FAA是最多的 绝大部分国家都认可FAA 第二的就是EASA 这个也相当多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飞行器 如果通过了FAA认证 那么它基本可以在认可该施航证的 所有国家运营 EASA也一样 C919通过了CAAC的认证 但认可CAAC的国家 主要是亚非拉等第三世界的国家 所以C919可以在国内 以及这些国家运营 但却不能运营认可FAA的日本航线 更不可能卖给日本 2017年10月23日 中国民航局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消息 称中美试航实施程序已经签署 并于10月17日正式生效 该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促进航空安全协定制定 实现了两国民用航空产品的全面对等互认 内容涵盖试航审定在设计标准 生产监督活动 出口试航批准 设计批准证后活动及技术支持等方面的合作 有朋友认为 这就是中美自动承认对方的试航证 C919自动获得FAA认证 其实这完全就是误解 这个意思是 中方承认FAA失航证中与CAAC条款相同的部分 CAAC和FAA相同的部分 不需要再进行FAA的测试 有了CAAC的认证 FAA就会自动认可 但关键就是在差异部分 需要中方通过补充认证获得FAA认可后 FAA才会给我们发证 并且需要中方主动提出申请 如果对方不接受申请或者卡条款 那么C919就通不过FAA的认证 当然 我国的CAAC差不多也是这样来套路FAA的 简单的说就是 双方都能卡对方 美国的新飞机或者到期后的飞机要进入中国运营 必须要向中国民航局提出申请 如果中方卡着不接受申请 或者在某些差异条款上玩个套路 那美国的飞机也进不了中国市场 日本的MRG支线客机 就是在FAA的严格认证下 没能获得通过最终落得被拆解的命运 所以C919未来取得FAA认证有两条路 一条就是老老实实的通过FAA的官方流程申请认证 补上FAA中特有的条款完成认证 取得FAA办法的试航证 另一条就是FAA卡C919试航证时 中国也卡美国新飞机的试航证 看谁更着急 就目前来看 第二条概率比较大 因为美国卡中国是必然的 所以必须要拿到点条件与之交换 原因很简单 就像中国民航业的独立专家李汉明说的 中国的市场足够大 因为目前1000多架订单 按每年150架生产速度 差不多要7年才能生产出来 而且这个产能还规划在五年之后 也就是未来12年 就算不向美国出口一架飞机 中国国内市场就能把C919的产能塞满 因此中国至少有12年的时间来卡波音 让FAA放行C919的试航证 当然各位不要理解错了 这不是走后门 而是让美国人走正常认证流程 只要他们按条款严格执行即可 中国作为国际民航组织成员国 以建立符合国际民航公约 及其附件要求的试航审定体系 中国民航局颁发的试航证 可被其他国际民航组织成员国认可 中国航空公司可以运行中国登记注册 并具有中国试航证的C919飞机 飞往世界各地 对于销往国外 按照国际惯例 出口飞机应满足进口国的试航要求 C919飞机在已获得中国民航局 试航批准基础上 可以通过双边试航来获取 进口国民航局的试航批准 目前 中国已与美欧等32个国家和地区 签订了双边试航协议 即使美国FAA和欧洲EASA试航证拿不到 我们也可以和中亚中东的国家 分别去谈 进行双边互认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